Darky Jam Darky Jam 哇 斑斑斑斑 欸 我覺得Stuberry更好吃 我們今天來到了 在韓國的台灣的三明治店 我們一個人 台湾山的位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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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今天呢我們就是要帶 就是我的韓國的熊跟熊媽 我們要起來吃吃看 是台灣的三明治 台灣三明治最近在韓國是超級有人氣 然後我們今天要嘗試的 要體驗的口味呢有四種 那我們就從哪一個開始挑戰呢 基本的一個一個 一個 三明治 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要吃自己的食物 馬加油 很喜歡嗎 很喜歡嗎 我們普通吃一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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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普通吃一盒 我這個就是要這樣大口的吃 媽媽的啊 真的進來 這是雞蛋 是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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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下一個 少美口味的三明治 有雞蛋 有雞蛋 哇 噔噔噔噔噔噔 哇 噔噔噔噔 嗯 欸我覺得 櫻桃更好吃 這是頭髒 新鮮 嗯 快點吃吧 今天怎麼吃? 我吃了什麼 那這個多少? 2,200元? 嗯 下一個要體驗的是 綠茶口味的三明治 OK 那我們來吃吃看 可能是韓國人之間的冷氣款的抹茶口味 嗯 濃茶碗耶 濃茶碗耶 這色是餿嫁吧 日式是德州哦 啊 這個是麻藥茶? 麻藥茶碗的 went to go 沒有 XD 雞,牛,牛,牛 黑黑白,牛 顏色的香味就在一隻在一起 很實在的感覺 如果是喜歡綠茶的味道的人會很喜歡 因為 濃茶來的 是香味,很濃醃耶 沒錯 我覺得這個材料是韓國的 沒錯 這是台湾Style Style嘛 最後就是重頭戲來了 我個人最喜歡的巧克力 我買一個巧克力 巧克力 吃一吃啊 阿嬤的巧克力 先去吃人跟阿嬤這種 就是杏仁 它這個裡面呢 可以吃到杏仁的碎片 它是杏仁巧克力口味 兩層是杏仁巧克力醬 一層就是起司 這個杏仁巧克力醬 這個食感也不錯 好的 我們剛剛四種不同的口味 都已經體驗完了 哇 OK 那我們最後就是要讓大家來評分一下 就是到底韓國人他們心目中 哪一個口味是他們的第一名 那我們就一二三各自選一個囉 Hard to say 為什麼? 竟然是爆冷門我最不喜歡的綠茶 為什麼妳不喜歡? 嗯 也沒有肉啊什麼的 這主要意義嗎? 香料是不錯 燙得不太燙 啊 那個也太燙了 怎麼? 我也不是一樣的 那個也太燙了 所以我喜歡吃吃吃捏 吃吃捏 這個還吃吃捏 是不是這麼燙 米國 草莓最好吃啊 而且它還有 黑米跟起司配在一起 那最不習慣的是哪一個 看起來 熊跟媽媽都很可以接受台灣的味道 好的 其實我們今天就是 有機會可以來到這間 台灣的三明治店呢 是因為 我發現其實這邊的姐姐 這邊的老闆娘 是一個也是 台灣嫁怪的 人氣姐姐 CCI姐姐 欸姐姐 當初怎麼會想要 就是在韓國開台灣的三明治店 剛開始是 有韓國朋友常常到台灣去出菜 然後其中最受 韓國朋友歡迎的就是 台灣的三明治店 真的假的 他們覺得口味很特別 甜甜鹹鹹的 然後在韓國沒有吃過 所以那時候開始就 有了把三明治帶進來韓國的想法 天啊 那你們目前這樣子已經 大概多久的時間 這個品牌 兩年多 兩年多 那比起來就是 在這邊開始營業之後 通常韓國最有人氣的三明治是什麼 然後韓國三明治帶 就是Original Hem Cheese那一塊 對 有蛋、有起司 有魔腿 其他人的反應 有像他們一樣 跟綠茶那麼喜歡嗎 綠茶 因為韓國人一般 不知道抹茶是什麼 對 所以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 其實就比較 呃 不敢嘗試 direito 咦 沒錯 按讚 哩 然後 拍手 skilled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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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